進入10月下旬 中國宮登第一村石家莊市高城區 屯頭村開始進入一年中的生產旺季 從事宮登製作20多年的村民蘇翠君 剛剛接到不少訂單 他正在和工人們一起趕工 目前我們手裡有五六萬個訂單 預計今年看來形勢是受一些疫情的影響 但是也不會太大 預計銷售二三十萬支 產支也就一百萬左右吧 屯頭村是搞成工登的起源地 從清朝乾隆年間至今已有200多年歷史 屯頭村人從20世紀80年代起 便開始發展工登產業 村裡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制作工登 目前當地擁有工登生產企業1100餘家 年產各類工登一億對 年產值15億元 占中國總產量的80% 工登已經成為當地民眾的致富燈 幸福燈 我做燈已經是40多年了 主要們依靠這個登樓維持生活 幫助小孩們上學 三個小孩都幫助了他們 都上了大學了 收入吧 也就是個十兩萬塊錢吧 每個月收入四五千 工作挺好 也不用出遠門了 在家附近就能做這個登陸 隨著工登產業不斷壯大 屯頭村許多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選擇回鄉就業創業 這也給工登產業帶來了新的營銷方式和發展理念 據屯頭村村之書蘇正國介紹 該村向有工商註冊電商賣家1000餘家 幾乎每戶都開了網店 電商成了重要的銷售渠道 32歲的李倩倩是返鄉創業青年中的一員 在幫助丈夫經營電商的同時 李倩倩還擔任起屯頭村工登博物館講解員 我還是非常看好我們屯頭工登的發展 所以我選擇回到家鄉 為工登事業做出一些貢獻 自己能做的一些事情 據李倩倩介紹 經過多年的發展 屯頭工登已經有18個系列 200多個品種 產品遠銷美國 英國 俄羅斯 新加坡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 當地占地面積達300畝的工登產業員已經提上日程 屯頭村人對工登產業的發展 對家鄉的未來充滿信心 結果這麼海外大處發展 這個燈做的越大 再做美觀點 我們的工登讓我們的村子越來越富強 而且我也希望我們的工登走出去之後呢 大家看到的不僅是一種裝飾性的效果 更是看到我們中國的文化 看到我們村子的文化